飛帽不高 高一點 再高一點 空服員面試得過關整將 電騎腳尖摸紅線 只是其中一環 空服員面試從頭履歷那一刻起 就已經開始評分 尤其這履歷照 很有可能會成為第一階段 面試官對你的印象分數 你知道嗎 其實空服員應徵的履歷照 每個航空要求的角度 和美感都不一樣 好 我們看前面囉 好 放鬆 微笑 畢業季來臨投履歷 最重要的履歷照 可不能馬虎 尤其空服員履歷上的表情 笑容都有標準規格 有的航空公司 為了要看考生的個性 是否適合服務業 也會要求要全身照的生活照 像是黃航要求 基本的身分證規格 也就是不能露齒笑 而長榮澳門航空 則是規定附上生活照 中東的阿聯酋航空 更是要求牛仔褲的日常照 卡塔航空則規定 要過膝蓋的黑裙震裝照 中東的航空公司 因為非常的保守 所以大半都是要求 有制式規格 例如在棚內拍攝 例證站好 不是男帥女美 就能擠進航空業 想要議員航空夢投履歷前 得先搞清楚 投擲公司的規定 免得在第一關 就被淘汰出局 可能會請他就是多露齒 對 那笑容跟自信 這部分會比較多一點點 履歷上的照片 往往是面試官 對你的第一印象 不過也有歐美公司 要求履歷不能附照片 就是要避免先入為主 畢竟除了外表 內涵和能力才是重點 履歷用心準備 面試才能加分